再来的话 第一个同学问到说 那到底我怎么知道里面是数字还是文字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它的格式清掉 我刚刚这个地方 把这个里面的格式清除 清除完之后 它的对齐方式就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那我就知道靠左 靠右就是数字 靠左就是文字 这是方法一 那方法二的话还有什么方法 假如我不用这个方法 Ctrl Z 另外第二个方法就是说 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把这些都删掉了 Ctrl Shift向下 靠着 Ctrl Shift向下 就是选取 然后呢 这边的话你可以 用Type 可是Type至于哪一类 我不太知道 没关系 你可以把类别选择全部 全部里面打一个TY TY就可以了 你上面直接打TY 它会跳到TY开头的 然后就会有Type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Type呢 其实就是可以让你知道说 初生哥里面放的是什么形态 它如果呢 反反飞来的值是1的话 那表示是数字 如果是2的话呢 表示文字 4的话表示逻辑 然后16表示错误 64表示正列 不要按确定好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给什么 给这个信心页这个 按确定 它得到1的话 那1是什么 1的话就是数字 OK 那另外如果说 我今天假如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 手机的话 然后按打勾 你会发现是2 为什么 是文字 那一定是文字 为什么 因为如果 假如说初生哥里面有非数字 像这个减号 这个减号只要加上去的话 那它一定就不会是数字了 因为如果在数字里面有非数字存在 绝对不会是数字了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了 那这个形态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假如遇到这个形态错误的话 你最后结果一定也会错误 这第一点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待会要换个方法 就是说我不要REPT加LE 我换另外一个函数叫TEST TEXT 那怎么做 请各位呢 把那个综合练习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那怎么复制最快 拖拉 拖拉就按住左键不要放 加Ctrl键 放开 放开的话是放开左键 那个键 那个滑鼠的左键 这样就会增加一个了 所以你们练习一下 以后如果说要多增加一个工作表 一模一样的话 拖拉 加Ctrl键 把那个左键放开 就会又多一个了 这一招是复制工作表最快的方法 给它们只要复制一个就好了 请各位呢 把那个综合练习 把它改成综合练习 刮幅里面改成 叫TXT好了 TEST OK 好 那这个TEST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先在旁边练习一下 假设我今天希望 把什么呢 把这个区码 改成 或者末码 改成三码的话 当然呢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的话 我先跟各位讲格式的部分 格式如果假设 你要把它改成三码 你可以选取 两个储存格 G4跟H4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一下 右键之后的话 要不要选这两个 然后储存格式 那如果说呢 你要把它编成三码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边其实 在储存格式里面 有另外一个器官 就是储存格式里面 除了可以有上面 这些选取项目之外 最下面有个字定 那字定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字定 右边有个方格 把它delete掉 改成什么 000 000 其实实际上 就是它的格式 它的格式就三码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84变084 然后呢 这个 7的话变007 你想说 哇 是这样就OK了 那如果把它全部选起来 那不就全部变成三码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格式就是格式 所谓的格式 是表面上看到的 但实际上资料 有没有变 跟各位讲 完全没变 所以刚刚的做法 只是让你误以为 它是三码 实际上呢 存在资料里面 一点都没改变 那你想说 我身道国有没有方法 可以让它改变呢 可以 用什么 test函数 所以如果说呢 你只要表面看到的 那你就用刚刚的方法 如果说你要真的改变成三码 那你就test了 所以我要Ctrl Z 推复一下 如果我要真的变成084 跟00 那你可以在旁边做一下 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类里面的test tst 踢下一头的 OK按确定 那给它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value 就是84 format test 特别是 只要你看到test 一律前后要双一号 因为test就文字 那给 这个它的format format就是刚刚有没有 我们输入 自定右边的那三个零 所以输入三个零就给 一 二 三 也就是说 输入到自定里面的东西 是表面上看到的 如果你要真的转换成 文字的话 那你就输入到这里 它就会真的转 OK 所以 这个刚刚的动作 跟这边 差别是 一个是表面上看到 这个地方是真的可以做 OK 按确定 其实你可以 按确定之前 看一下它的逻辑 84 有没有 因为这个格式 变成这样子 OK 那你想说 老师是不是 那我 有没有其他更厉害的格式 有 你从自定格式里面 就可以找到 把那个自定格式的 那个format test 复制到这边来 可以 两边是相通的 目前因为我们这个还没用到那么复杂 先用这样子 好 确定之后的话呢 你会不会向右 有没有 7就变007了 那向下的话 当然其他也会改 OK 好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test可以这样做 那我如果把刚刚REPT 那个LEN 换成test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试试看 那做的方法就是 先切到 14 然后公式里面的话 你游标放在REPT上面 把它选起来 delete 看一下 改成什么 and text 我们先区码 区码的话就是这个资料 格式化成3码 就是前双引号 后面三个零 一二三 后双引号 后刮壶 好了 这样就完成了 诶 比起来 好像简单很多吗 OK 所以如果跟刚刚那个REPT加LEN的话 说真的 好像似乎这个简单 打勾看看 可不OK 诶 084有了 那007怎么做 很简单嘛 把F4右边的and 选到底 复制一下 贴到它的右边的地方 再把G4改成H4 G4改H4 打个勾 007就是说 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就是 右下角这个空点快点两下 底下的部分 也就全部完成了 OK 所以比起来的话 如果跟刚刚REPT REN比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 这好像简单很多 对不对 所以跟各位讲 主要就是说 你要做出一个 这个结果出来 不见得只能有一个单一的答案 你可以有很多的答案都没关系 OK 你可以想 但主要就是说 你要了解 所有的函数 到底要怎么用 因为有些地方 如果你不会用这个 这样有的人 为什么 他会想到REP 可能因为 他不会用TES OK 这个函数 所以他就变成说 他只能用别的函数了 OK 这个TES函数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 用都没用过 OK 所以这个地方顺便讲一下 然后那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 我们有另外一个需求 什么需求 如果我今天做完之后 我以后呢 同样的事情 我不想要让它重复 比如说我不可能 我明天来 我又要再重新做一次公司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所以我希望 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些动作 转换成 怎么讲 最好是两个按钮吧 我以后按下按钮 它就可以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比如说 按下一个按钮 它就自动帮我把什么 把这些公司又再重做一遍 然后底下多一个按钮吧 就是帮我把这些 里面的轻空 一个是轻空 一个是窜接 重新再做一遍 那这个地方呢 要怎么样产生这两个按钮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会牵涉到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入资聚期 也就是说呢 如果将来 你的那个工作里面 会有重复性的动作 那你希望可以把它变成按钮 让它从 按下那个按钮 它就把你刚刚做的动作 都记下来 并且全部再执行一遍的话 那就可以用录制聚期了 有没有 而且哦 录制聚期产生 其实背后就是写VBA程式 那只是说这个VBA程式不是你写的 是Excel帮你写的 OK 那只是说你要知道说该怎么做了 所以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个 先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把刚刚的公式 改成用Test来完成 然后呢 这个公式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在第几页 然后第四页的地方也有这个公式 第四页的地方 我这边有 Excel帮 显然的话会比那个刚刚的公式来的短很多